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周时间里 澳洲股市始终是徘徊在6650到6750 这上下100点之间 这主要原因自然也是因为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最终的更新时间和地点 那么除了澳洲以外 中国地区昨天A股上海和深圳均有小幅下跌 跌幅大约是在0.4%到0.7%之间 在欧美方面 英法德没有太大变化 美国指数三大指数同样也没有太大变化 上涨和下跌的幅度都在0.2%以内 那么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目前依然是在1490附近 石油价格则稳定在56.50美元 比特币价格目前保持在9000美元上下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的是澳洲股市方面大家所熟知的 上周公布了其中一个银行 澳新银行业绩没有前一年好 那么在本周西太平洋银行同样也公布了其业绩 股价也出现了巨大的下跌 另外一个就是澳大利亚目前最大的私人保险公司 Medibank股价同样是出现了暴跌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知道从过去一两年时间 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是经历了回调 简单的说就是下跌 那么房价下跌就会带来 一就是成交量的下降 二就是信贷的萎缩 由于这些原因使得银行 特别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商业银行 在过去一个财政年度里面的收入 是出现了大幅的下滑 那么在上周公布的是澳新银行 到本周轮到了西太平洋银行 它的股价在前天也是下跌 这个幅度是超过了6% 其本质上的原因来自于2.1 就是公布的净利润出现下跌 其实从财报来看 它的毛利并没有太大差别 主要由于开支的大幅上升 开支来自于哪里呢 是来自于呢额外增加的临时性的合规和法律开支 我们知道呢 四大银行为了应对这个澳大利亚皇家委员会 对于前几年银行业贷款批的过松 过度商业化 注重利益等等等等一些的批评呢 不得不增加了很多额外的人手 那么这些人手呢 并不会带来生意 而是呢增加企业负担 带来了合规啊 法律啊 审查啊 等等等等 本身这些额外的人员呢 其实在我看来呢 都是不必要的 但是没有办法 为了现在满足这个所谓皇家委员会的调查 所以澳大利亚四家主要商业银行都聘请了上千名的员工 增加了额外几亿澳元的开支 那我自己也有几个朋友呢 最近也是应聘去了这些岗位啊 第一他们是合同制的 并不是长期的 而我也明确跟他们说 其实这些岗位在我看来之后肯定要被裁员 千万呢 不要抱有长期的这个能够做下去的想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作为商业银行 特别是股份制上市公司 它的根本利益是为股东服务 也就是要赚钱的 那么本来做的好好的 现在突然要增加几千个人手 工资又这么高 开的条件又这么好 势必会带来巨大的运行成本 那我们从这个财报上就可以看得出 大幅压低了银行的利润 那之后等这一阵风声过去了 我觉得要是我是银行的这个老板 我肯定会把他们裁掉 因为实际上做这个咱们做银行生意不需要这么多层层的审核 把关 这势必就会造成前线战斗人员士气的低落 所以说大家不论是跳槽找工作也好 还是进入某一个行业也好 一定要看清楚 比如说你想度一两年金 拿一个经验再去跳到其他公司 那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指望着靠这个临时性岗位以后做长期打算 那可能性非常之低 那么再来说一下这个澳大利亚最大的私人保险公司 Smartbank的股价 它也是因为其利润的下跌 主要是因为每一个受保人 他们每一年所申请的保费 或者说使用的服务导致的保费的申请 我们说的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的费用在不断增加 那么其实从根本上来说 澳大利亚的人口未来会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越来越多人也会使用私人医疗保险 所以说从长远来考虑的话 这个私人医疗保险 它在澳洲和银行一样 目前基本上是被三到四家大公司所垄断 这个利润其实是很多的 但是由于Medibank之前是国有公司 因此它的体制和人员结构相对比较臃肿 所以说如果它能够进行大的整改 或者说结构性的改革 我本人长期是比较看好它的 第一人口增加 第二就是它的垄断地位 虽然不是独家 但至少和四大银行一样 是和另外三家一起垄断了这个市场 没有过多的竞争 因此怎么说呢 咱们说这个市面上可以选择的少 你不选择这个就选择那个 只有四个选择 所以总的来说 虽然说现在的这个 由于它的保费的费用 承担费用越来越多 因此股价出现了下跌 但从长期来看 就像澳大利亚的房地产一样 人口在不断增加 因此这个资源将会越来越少 那么再说一下第二个问题 我们知道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 其实一直是比较大家关注的问题 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人民币和美元是破了七 最低的时候到了七块一毛八和美元的汇率 但是在昨天晚上 这个美元和人民币的离岸报价 居然又回到了七块钱整和美元的汇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跌了这么多又能回升这么多呢 其实大家要知道 目前人民币包括中国的经济 是处于世界上第二GDP 也就是经济总量世界排名是第二 因此任何人民币汇率上出现的问题 它都不是一个偶然或者巧合 它都是被安排好的 会安排好来应对当时所处的这个情况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人民币破七是什么时候 是和美国当时贸易谈判第一阶段谈判破裂的时候 那什么时候到了七块一毛八 那个时候呢 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再次增加额外关税的时候 也就是双方谈判最艰难的时候 这个时候人民币不得不贬值 其实是为了保护大量的国内的中小企业 特别是出口型企业 免遭因为关税增加而导致的倒闭潮 但是后来呢 情况有所好转 双方开始重新谈了 那人民币从七块一毛八又回到了七块一毛五 达成了口头协议回到了七块一毛钱 口头协议达成现在双方确定将要书面协议 可能要签字到了七块零五分 那么虽然现在的这个场地和时间还没有敲定 但是从人民币重新回到一比七 这个趋势 我们可以看出 不论是中国方面还是全世界投资者 对于双方签字这个判断的可能性已经是越来越大 这么说吧 谈不好人民币绝不可能重新回到七 它能够回到七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损失是很大的 我们知道呢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可以刺激它的出口 它货币甚至也就意味着出口企业回收拿到的美元 换成人民币的数量会少很多 那么在目前这个我们知道这工资结构不断上涨 成本不断上涨情况之下 拿回来的美元换的人民币少 意味着收入的减少 所以从七块一毛八回升至七块钱 其实是中国牺牲了很大的利益 但是呢 我们从长远来看 如果中美真的能够双方签字落实第一阶段协议 对于双方的经济恢复都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看事情一定要往大方向大方向看 好了 以上呢就是本期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另外呢在本月11月24日星期日下午呢 我们将会在墨尔本东区Glanweberley举办 2019年年底大型股票峰会 届时我们将会邀请到世界十大分析师之一 带入顾比参与本次活动 作为这次的重量级嘉宾 所以各位朋友们对于澳洲的股市 中美的股市 包括税务以及固定投资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在本月24日参加我们的活动 报名电话8658-0602和8658-0603 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下方介绍内容内的 这个在线报名链接去网上报名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